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我是我,景哥! 看我的影片,來看事物講我得有可覺得... 中國共和台灣侵略我們 這件事情相信在絕大部分台灣人的眼中 這就是個笑話 就算不是笑話,也覺得這事情不可能發生 只是在嚇下我們 確實,我之前也是這麼認為的 許多跟我一樣反攻的網紅也是蠻常提到 中共是不可能打過來的這個觀點 但是最近,我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 你我各位台灣人真的要開始注意了 中共打來雖然說是癡人說夢 但是現在中共真的有一個癡人 在當吃汗癡癡的想吃掉我們 而且真的可能做出最白癡的實際行動 永遠不要低估癡人可以有多白癡 今天,就要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為什麼中共真的可能打過來 但是礙於篇幅呢,這個算是一個系列 預計分大概三四幾億 我們先說說為什麼 不可能打台灣的幾個原因上級 請各位一定要看到最後啊 認為中共不可能打來台灣的這排觀點 1.台灣地理位置,衝擊難攻 中國與台灣隔著台灣海峽 這已經是一個天然的屏障 中共8-9叫小派或是我們所俗稱的小粉紅 最常說的就是光用飛彈飽和式攻擊 就可以打爆你台灣 但是先不說真正中共飛彈的精度有多準確喔 會不會要瞄準總統輔導 結果最後面就幹到淡水和河口去喔 雖然說中共總是號稱導彈進度多高又多高 但是真正飛彈試射時 總是有出其不意的驚喜給我們吃瓜 例如2020年中共朝南海發射了4發導彈 結果兩發忍不住內射在中國廣西境內 連他們自己與中國鄉民都笑了出來 那飛彈進度這點呢,我就先不討論啦 姑且台灣就真的讓你們中共炸的亂七八糟的好了 那最後面難道中共就放著這塊被炸翻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管 難道放著封鎖自己的第一島鏈中最為關鍵的一顆大鎖不管 中共軍隊總要上來登陸 最終總要在台灣各地到處駐紮軍隊佔領吧 總要重新建設規劃一遍後續 進軍西太平洋 左打官黨 右打蝦威夷 屌打美帝吧 那中共最終大夢呢 就是要幹掉美國當世界老大當霸主 這野心呢就是司馬昭之星 魯仁皆知也 台灣呢就是關鍵打趴美國的關鍵拼圖之一 那既然飛彈打來後早晚要登陸 不可能放著不管 那就牽扯到的登陸戰囉 而台灣海峽呢就是個最強的天然屏障 當年台灣一起遺憾事件的正巧撲露了台灣反艦飛彈的強大 距離發射地遠約220公里的小小一艘漁船 竟然被我們台灣熊山飛彈一枚直接命中 這說明了熊山飛彈的精度高的嚇人 更別說現在熊山也在改良升級 台灣各類對空對艦甚至對地的導彈都不斷的在升級改良 並且數量也不斷的在囤積當中 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台灣沿岸都部署了熊山飛彈或者是各種反艦飛彈 那麼幾乎整個台灣海峽 全部都在我們的反艦飛彈的籠罩範圍內 當解放軍最愛說的萬船擊發工島真的發生時 那海面上的一艘艘船恐怕都得皮繃景點 上面的官兵遺書多寫幾份 最好雲端也幫遺書備份 順便隔壁老王也說一下你老婆喜歡什麼知識 讓他以後可以駕親就熟 好!就算讓一些肉王之獄能夠成功靠岸 那麼登陸戰才是最大的惡夢 登陸戰一向是軍事行動中傷亡十分慘烈 同時困難度也極高的軍事選項 人類竟在史上最大型的登陸戰 諾曼蒂登陸戰當中結合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丹麥 和其他共九個國家的聯盟 這樣的盟軍聯合部隊 總共近三百萬名的軍力 決定以九千艘各式船艦 同時從五個海灘搶灘登陸 在那個登陸的當下 總共有十五萬名盟軍的軍隊參與登陸戰 而且雖然說登陸戰結局是成功的 但是這建立在盟軍在諾曼密登陸前 就已經有數千名空降兵成功降落深入敵後 並且有非常充足的艦艇數量以及成功的空中強大火力壓制 總之條件相對台灣登陸戰來說友善非常多 而就算在比台灣登陸戰相對友善的環境成功登陸 盟軍也是在攻擊方比首方軍力多約三倍的情況下 傷亡慘重 盟軍傷亡人數4400人死亡 受傷或失蹤人數9000人相加13400人 而德軍總傷亡人數不好精算約是在4000到9000人 相比之下攻防在條件相對良好情況下還是傷亡慘烈 而台灣登陸戰更是魔王關卡 台灣繞一圈能夠找到的適合搶攤的登陸點就14個 你共軍硬要自虐從清水斷崖用潘液的方式自虐登陸 找出這嚇壞全世界的第15個奇蹟登陸點 我是沒意見啦 只希望你們如果有一些人真的體力過人 極限體能往爬上來時 可以多愛護一下我們絕美的清水斷崖 不要刻一個到此一遊之類的 然後爬不上來的人摔下去實際的說 所以算習近平我幹你娘 人生難得可以問候習近平他母親的時候 千萬別放過喔 這是你人生唯一一次機會也是最後一次啦 千萬別放過 那台灣早在這些登陸點都加強了防禦 那魔王關卡想當然早就準備好各種 魔王海陸空套餐等挑戰者享用 看是喜歡炙燒熱帶大拋 還是熱情進辣串燒機箱 還是絕頂頂到底爽到翻白眼的連發火箭彈都有 不認群挑選 小孩子才做選擇你全都要對吧 那台灣登陸戰呢是世界各國廣泛默認的超高難度 相比諾米的高了數個級別的一個登陸戰 當時德軍守備人數僅5萬左右 而台灣全軍動員防衛加援時後備軍人超過200萬 好啦我們東除西口真正能夠上戰場的 就算你50萬人就好 那解放軍要以3比1比例進攻 也要拿出150萬人渡台灣海峽唐山過台灣吧 那150萬人要過來 要怎麼過來我都不知道你大中共要怎麼短時間快速運 許多分析解放軍更是要動員到200萬人殺過來才能成功 而中共總戰鬥用艦艇數量500艘左右 難道前一陣子在台灣東邊 當雄風飛彈把船的這個 山東號航母一口氣載50萬人嗎? 然後不知道何時真正出來屌虐美國福島航母的 中共福建艦一口氣載100萬人嗎? 坐其他艦艇來會被我們反擊飛彈輕鬆幹進台灣海峽衛魚 坐大船來又再不下 還是真的要萬船啟發大漁船來 總之這個創意就留給中共你們自己慢慢發揮 我們到時候作為一個東道主 必定會海陸空豪華尊爵帝皇套餐 準備齊全招待我們的賓客 當時作為一個借鏡 烏克戰爭已經超過一年了 想當時作為世界第二大國 軍事超級強國俄羅斯 中共的爸爸 真的入侵小小烏克蘭時 還以為是胖虎打大熊說輾就輾 還以為會是什麼藥瓶廣告七天見效 沒有想到打到一年多 普丁中風快咻笑 根本別說是還在領土下跌 補給非常容易地 這個地理環境想要打到自己重傷 傷亡十多萬人 數字自己的精銳部隊被全監或是嚴重重創 幾十下因以為要的戰機 轟成廢鐵不敢再亂飛雞笑 數先讓裝甲車或是產客被俘虜或摧毀 更讓普丁血壓升高 直衝天際的是 這個損勢還遠遠看不到底 如果說普丁正在從高空下墜 那普丁甚至現在根本還看不到地面啊 烏克蘭一波又一波的得到國際援助 甚至要展開新的一輪大反攻 屆時普丁如果能夠撐著不盡養老冤 那也算是一屆搶人了啦 那這一切還是建立在俄羅斯不用玩搶貪大作戰 遊戲的前提下所產生的傷亡及苦果 如果到時候中共刮好俄羅斯的兒子 要玩比爸爸更難的魔王關卡 而且還飢渴到迫不及了吃海陸空 最頂到費的那種尊爵帝王豪華套餐 那真的 當初爸爸應該把兒子打在牆壁上就好 或者找該聽什麼套套的廣告去買 打套套用才對的 一個兒子發瘋拉14億中國人一起陪葬 這兒子難道 唉呦 想超越你老祖先毛澤東的傳奇 KD比例7000萬或6000萬比1嗎? 想到這我就不禁佩服西大大中國夢的偉大 因為總是能夠讓人白天也做夢 真的做夢都會笑 不可能打台灣的第二點 中共屬敵太多 中共自從他們的戰狼外交 或是戰狼外交開始之後呢 便師傅開始放火 自己放火 從邪大大上任之後呢 開啟了中國崛起大夢之大門 開大門 走大陸 眼前大陸 放眼所見之人 揭示敵人 到處畫地為王 從南海家居跟越南菲律賓的島嶼主權 及領海歸屬的這個緊張關係 到跟印度玩起部落原神狼牙棒家丟手頭大戰 到不斷重提日本侵略歷史 明顯仇日 再到不斷放話警告南韓 再到駐各國的大使不斷亂嘴炮引發不滿 再到楓野式的不斷挑戰習日 手把手把中共拉進世界經濟貴族圈 幫中共發大財的美國 一個明顯實在不如美國的中國掌權者習大大 腦袋發燙似的把鄧小平的韜光養灰 會砸進水溝裡面 直接野心外露 不斷各種方法想讓全世界知道 他才是BOSS 他才是新一屆世界老大 但下場就是真正的世界老大兼流氓 直接流氓組合拳 打到中共現在快跪下去了 從軍事上 美國不斷串連第一島鏈的反共意識 連遠在南半球的澳洲都要拆卡 玩起南海還在網遊戲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明年按理不斷強化 邪日東亞第一強國日本的軍力 一遍日後一起參與台海戰爭 那中國周邊國家跟中國有恩怨的 到時候會不會趁著台海戰爭 中共全力攻台時 拆卡被刺 或是直接卸防台灣 那都是有極高可能的 就算不再參與戰爭 順著烏爾模式的援助模式 提供物資給台灣 都是合情合理 說一個例子 南海的第二大島 中葉島主權 你們知道嗎? 主權是台灣的 原本上面甚至有我國的駐軍 1971年颱風侵襲時 為了避難撤走島上部隊的時候 在回來上面 已經是菲律賓沒有人跟你說 Hello 你好嗎? 那現在 中葉島上面 有菲律賓海水淡化場 還有飯店場 有菲律賓商店 還有選舉辦公室 還有幾百位居民跟學校 你說現在如果中共打台灣 那菲律賓會不會趁機幹了他們 認為是自己的 現在被中共所 竊戰的其他島嶼 那印度也是有相關領土爭議 在中印邊界 兩邊甚至一直在偷偷的 我前進一點 你前進一點 現在還是 那兩邊都試圖的 一直在擴大爭業的領土 那到時候 中共能夠安心打台灣嗎? 更別說 東亞第二大軍事國 日本也跟中國 有領土爭議 現在他們也是定調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有一種 你出事我幫扛 那這種 並不是因為台日友好 而是你他媽 我下面就在你頭上 日本最南邊 一邊離台灣進到中共試射非常恐嚇台灣 結果一個射外 就炸到日本南邊 進去水域去 一波 中共的亂槍打暗 操作嚇壞日本 依照中共號稱的 多猛又多威的導彈試射 一下內射自己 一下射到日本下面 但是日本下面又在台灣頭上 你說萬一開戰起來 日本怕不怕著羊? 更別說 釣魚台爭議 跟歷史仇恨會不會一口氣解決 然後台灣附近水域呢 又是 南北韓 或是日本 非常重要的經濟動脈 台灣周邊海域被封鎖 出事的真的不是只有台灣 那種種情況 中共一打台灣 會不會失去更多領土? 會不會需要擔心 有吃飯從底下 或是從後面 或是從正面來? 另外最近中共的戰狼代表 如殺野呢 真的到處殺野 在歐洲三風點火 根本是台灣神隊友 一席化 直接挑戰了所有前蘇聯的 其他加盟國主權 直接以國際法來否定 蘇聯解體後的 15個加盟國現在的國家主權 等於是中國這隻戰狼啊 直接朝15個已經是 世界公認國家的 臉上一頓 嘴炮火力輸出 等到現在 80個歐洲議員 聯合發表公開信 痛罵這隻戰狼 要求法國外交部長 把這隻戰狼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同時呢 多國也召見 中國大使要求解釋 更加劇了國際民主 大國間對於中共的不信任 尤其是以前親中的歐洲 我都開始懷疑 盧沙爺其實也是台灣價值出好出滿的那種 一打開遊戲帳號 名字還是台灣No.1的那種 一個中國挑戰全世界 你真的是夜色貨 別打打死的啊 I need you know I need you know I need you're you